所以用一些五腔摄氨的药提高五腔摄氨的话 可能对于这个保护 使神经因子增多 可以起到这个好的作用 那我们看到这个精神分裂症里面 有生物化学 神经生物化学的研究 以前是说多巴胺的环度出了问题 而现在是说这个 古胺先胺神经通路出了问题以后 才导致多巴胺的神经环度出问题 所以越来越追就越追根到底 现在科学研究越来越发展以后 它有很多很多通路 有皮层到文状体 秋老到皮层很多不同的环路 它有不同的功能 信息处理的功能 那有一种学说叫做神经退化学说 叫神经源在发育过程里面 它可能遗传指令错误 由于缺氧 刚刚生小孩的时候缺氧 感染 中毒药物 缺乏营养 等等可以减少这个神经生长因子 使细胞凋零的坏事 使这个神经源之间的联系 越来越少 比如说这个连接少 这很多都通过这个老影像学可以看到 老影像学可以看到一些有病的 慢性的一些病的人 他的这个老方面有一些萎缩的现象 在某一些神经吸化网 那么这个突出一般就是 像这是一个比喻就是多巴胺 释放 释放多巴胺以后 这个到下一个神经源的 这个膜上面的受体 受体 受体有四种受体 有一种是叫做 我们叫基蛋白受体 还有一种叫做离子通道受体 那么所有这些受体啊 都是神经药物学的一种基础 也是神经这个精神病理学的 现象的一个 可以解释 那么药物治疗的基理由 抗精神病药物的治疗就是说 有以前老一代的药 还有一种新一代的药 老一代的药因为吃了以后 它会影响多巴胺受体 因为多巴胺有四条通路 它影响 它四条全影响 我们应该是照道理说 只要影响它一条通路 就照边缘液到这个 从那个性能核那里到这个 前恶液那个通路 因为它出现了阳性症状 因为那条通路出问题 所以就阻断 因为那条通路的多巴胺太多了 所以通过药物 它阻断那个受体以后 使多巴胺相对减少 可以使症状得到控制 但是由于以前的药物 它没有分辨性 它四条多巴胺的通路都阻断 还有一条通路是负责我们运动 扣扣子扣扭扣 动作协调的 你看到那个巴金森氏综合针望 大家听到巴金森氏病吧 巴金森氏病就发抖 是吧 精细运动不行了 那就是多巴胺的通路 就是通向运动的这条通路 文状体的这条路出了问题 所以这个药物的话 抗精神科药物的话 把它的受体减少 它就会出现像巴金森一样的症状 因为多巴胺减少导致 新一代的药类 它有一个好处 它不光阻断这个多巴胺的受体 它还阻断这个五腔摄氨 因为五腔摄氨2A 它的通路是通到多巴胺的 所以它可以抑制多巴胺的活动 就五腔摄氨2A发出指令 告诉多巴胺 说你不要分泌太多 多巴胺就不分泌太多了 如果五腔摄氨这个抑制的功能减少 用一种药物把五腔摄氨这个受体阻断以后 它不能发挥它去抑制多巴胺的功能 就是多巴胺相对增多 所以我们看到这现在新的药 是通过阻断边缘系统到前二叶皮层 这条通路来减少阳性症状 幻觉妄想 而通过增高边缘系统的多巴胺的含量 来达到改善阴性症状的效果 并且减少它的这个椎体外的副作用 所以这个药物可以使某一个部分 脑的部分多巴胺增多 某一个部分脑的部分的多巴胺减少 所以它就现在药物就越来越精确了 这就是其中的一种 我们叫蓝色瓶 它有很多很多受体 你看它可以阻断很多很多受体 这个药物 你看这个这个是前面的是吧 前面的这个这个蓝炮里面释放多巴胺 那后面的就有很多受体 那么药物呢 它就抢先占领了这个位置 这个白的是药物 它它抢先坐在这里 那个多巴胺就不能下去了 所以这样用这种方法 就减少了这个多巴胺 是吧 因为它不能和受体结合 就达不到它的作用 它必须和受体结合以后 才能调节这个细胞里面的很多活动 我们看有好几类药 看这个药物 第一个是抗抑郁药 以前用的三环类的抗抑郁药 现在用的这个比较好的叫SSRI 这一类的药 这一类的药就是说治疗抑郁症的效果都比较好 还有这个情绪稳定剂 但有的人情绪有mood swing 情绪老是波动一下高一下低 一下高一下低 就用这种情绪稳定药 还有一种叫做抗焦虑的药 它可以作用GBA的受体 也可以作用这个五腔色胺的受体 这几种药有的时候会同时用在一个人身上 根据他的这个靶症状群 比如说这个Suggest 我们知道当一个压力来的时候 像这个女孩她的压力是吧 她很多心里很多压力 害怕 我们叫害怕就是在性能核那一块出了问题 她很多焦虑很多害怕 那如果用一点点抗焦虑药 她那种害怕的想法很多就会明显减轻 她明明以前看到这个是现实的情况 害怕 比如说孩子可能会要死了 她因为这种想法 就会导致她的情绪过分的紧张 但是用一些抗焦虑药 她这种想法 当她有这种很害怕的想法的时候 如果她去照了一个老的扫描 我可以看到她性能核那一块 特别的那一块的反应 特别的很重的反应在那一块 那么通过这种 因为那一块都是色胺酸的一些神经活动 通过这个五腔色胺选择性的 提高她五腔色胺的水平 她那一块的反应就慢慢减少 所以她的思想 那种害怕的思想 恐怖的思想就淡化 她就不会去自杀那些采取极端的手段 所以抗焦虑药在你很stress的时候 是很有用的 而且它作用比较快 那么抗抑郁药的一般要经过 两个星期到四个星期 四个星期才开始有 可以看到作用 就比较慢一些 它的作用 一般的药有的时候 刚刚吃的时候 它首先看到的是副作用 所以很多人就说 我吃了这个药 对我没什么改善 唯一我看到是 我想睡觉啊 很多副作用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 它这些受体有一个 自我调整的功能 它副作用慢慢减少 那么它的 想要的这种好的作用 慢慢增加 抑郁症 它就变得不抑郁了 很痛苦的人也变得不痛苦了 它的心就开始平和 就有这个peace 你问了病人 他说我现在有平安了 所以人不能失去平安 一失去平安就会出问题 我们看到这个病因 我们刚才基本上都说了 一个是遗传基因的问题 还有这个 社会心理的原因 精神刺激和压力 还有个性 就有的人性格很开朗 是吧 那么 啊 有 那